持续发扬台湾民俗文化 而且要传承与创造人生成功之路的 洛杉矶海外青年文化职工培训班 最近迈入第七个年头 不只是吸引的74位青年 透过丰富的培训课程 更强化学员们认识台湾 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表示 精彩的学习成果展上 除了展示小天灯 传统童趣 造纸文化等传统艺术作品外 活动还特别表演台湾舞师 歌团舞蹈 电影三太子等 来介绍文化服务传承领导为核心的 台湾多元文化 以上是有东西新闻 彭提杨平俊 洛杉矶采报道